草酿神灾行政的非常多 很多市区的民众 今天上班上课的脚步 也遭到了阻碍 包括了行政院长卓荣泰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路数倒塌了 今天来到立法院的路上 也受到了影响 交给记者周沛宇 好 主播观众 带您来关心 康瑞台风过境 台湾其实对全台各地 都造成了不少的影响 那在台北市这边 也有非常多处的路数倒塌了 也因此 今天在立法院这边 有非常多的部会首长 他们在上班的路上 都被受到影响 包括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 他就表示说 他平常习惯走的正将街 也因为有路数倒塌的关系 现在是封闭禁止通行的 卓荣泰的最新说法 我们先带您来听 依照各个地方因地制宜的所需 无论是平地或山区 都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所以这套制度 现在也行之多年 地方政府也都有一相当的机制 那气象署要求的 只是能够更多的时间 更精确的数字来提供给地方政府来做参考 所以我是要求他们能够更精确 而且能够更及时 甚至更多次的来提供这些数字 未来我想气象署 在经过更多的科技辅助之后 一定可以有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能力提供地方做更正确的判断 确实刚刚来到立法院 平常走的路是没有通的 你看我们的正江街 现在好像大树还是横跨在路中间 稍微绕了一段树 我们希望台北市的市容 能够在有效率的管理底下 能够尽量的尽速的恢复 让市民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您可以听到卓荣泰是表示说 他也希望这些路数倒塌 或是其他的灾情 都可以尽快来恢复 让市民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另外针对这个台风架的部分 卓荣泰也希望说 民众可以尊重各地方政府的机制 因为他有这边也会要求 气象署要来提供更精准的预测 来提供地方政府参考 以上是现场最新 再把时间交换棚